喝尿 煮水 洗脸 洗脚 出马桶 我老觉得人生得西湖 活着不容易 我又是一穷人 所以尽量 每天趁脑子还清楚的时候 赶紧看看微博和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人就抗议 说唐老师你老拉黑我 不是我拉黑你 我仅仅把你删了 你说的那话不合时宜 什么叫不合时宜呢 你看好多我认识的人 他们那个都没了 我还在 是因为我熟悉我们可以用的语言 我从来不用敏感词 我徒弟杀和尚 原来就说 要想让人看 有颜值 有点击率 必须用敏感的题目 我一开始就反对敏感的题目 敏感题目 来得快去得也快 瞬间就没了 我都没有 而且我的照片 我的视频都是不剪辑的 我拍的就是这个事实 我仅仅陈述这个事实 不做任何评价和预见 那些评价预见忽悠的都不是记者 昨天我发了一个陈之健 陈之健说他第一次见着高炮的 我发完这之后就好多人留言 然后他们都认为他们懂 所以才留言 有的留言就扯淡 扯淡还留在这儿 但是对于其他读者来说 那些不懂军事的常识 也就是常识的人 就认为他说的对 就会以讹全讹 他们你看没有 战地记者唐老鸭的博客上都这么说 那不是我说的 比如他这儿说 你看这个哥们儿 我就不见他名了 一会儿他不好意思 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高炮应该是76.2或85 反正那时是没有100 真是陆军中的步兵 应该懂点陆军防空武器的 他还把脸给捂上了 他说的不对 这个陈之健是北京四中毕业的 北京四中是北京 过去是 现在也仍然是排名第一的牛逼的中学 林立果是这学校毕业的 你想想吧 什么薄熙来什么都是这学校毕业的 你能想起来的大人物 全是这学校毕业的 北京四中 包括那什么写诗的北岛之类的 几乎中国的名人 大抵是跟 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陈之健大学毕业 哈军工 导弹系 飞航式导弹 什么叫飞航式导弹呢 就是现在说的巡航式导弹 带赤板的导弹 导弹分两种 一种叫弹道式导弹 就跟子弹似的 突一下打出大气层再掉下来 就是苏联的SS 英文就是surface to surface 地对地 那个都是没有异的 就没有赤板的 有赤板的 现在叫巡航导弹 过去在哈军工 叫飞航式导弹 所以你说它没完话 不对 是你说的不对 中国的高炮呢 大抵是美国支援的 因为23毫米 37毫米 这都是美国高炮 但美国高炮不用直径 用的是棒 用的是重量 用的是炮弹的重量 中国的高炮 是从苏联大量引进的 制式高炮 就是37毫米高炮 最早是单联的 就是一根炮管的 大朝鲜战争的时候 那是主要的防空武器 后来中国人自己发明了 就山寨了两根炮管 就叫双联的两根炮管 因为中国人认为 这样威力更大 所以那个叫单三七高炮 这叫双三七高炮 就是你在电视里边 老看见别的好多树印 棒棒棒棒棒棒 熊九九气暗暗 跨过鸭绿江那个时候 后来发现 双联的不行 因为两颗炮弹 不可能同时激发 所以这两颗炮弹 都大不准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它会互相震动干扰 所以又有种理论 就不能说 要不然德国人 最早干嘛是单三七呢 后来苏联也是单三七 到了中国这双的不行 有这种说法 所以中国的炮的口径 一直是高炮 是二十三 三十七 再打是五十七 其中三十七那最著名 就是重庆造的 后来造了那个支援越南 叫七亿中国人民 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 辽阔的中国领土 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主要是重庆 原来我有个女朋友 清华的 她妈就是那工厂造高炮的 那高炮造出来就运越南去 后来说你不许提我妈 你提我妈我就我急 但是我又不懂不提 因为这个工厂 我唯一来的信息就是你妈 我的一不留神又说出来 所以你刚才说的七十六点 就哪是这口径啊 也不是一百 那都说的外行话 你说的可能是特三四坦克的 那个坦克炮 嗯 有七十多毫米的 有八十多毫米的 后来是八十五毫米的啊 所以你说的是坦克炮 所以像这个我就得给你删了 我要不删了 你放这首先是误导 我们应该是传播知识 你在这传播错知识 你就误导人民 幸亏你这仅仅是真 啊 仅仅是知识 有的人 有的人他还不是知识 他是敏感的东西啊 煽动仇恨什么的 我就坚决得把你删了 删了你出来还说这种话 那我就只能再删你 你认为我就拉黑你了 啊 这就说明我 我的作用起到了 你已经意识到 我不喜欢你说这种话 因为你说这种话 会误导大众 也给我惹来麻烦 我是小国寡民 为人胆小 用我熟悉的语言去 语言主要是镜头语言 去记录我所看见的 真实的一切 你别把我这个鸭子 窝给搅黄了 你要是觉得你那特棒 你也可以开一个去 早晨好 我的洗脚的水凉了 得添热水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